好来关注的是江华北斗透天错火警导致三人不幸命丧火窟 屋主质疑是成租平房的房客抽烟酿货 但其他房客跳出来反驳 指责是房东过于吝啬没有安装火灾警报器 酿成逃生不及 那么消防局调查屋主总共呢 把这透天错的房子隔出了32间套房 出租给外籍移工还有台湾人 这次火警夺走三条宝贵性命 吴主恐怕是难辞其咎 出租套房冒出大量火光 浓烟直窜天际伴随爆炸声响 住户睡梦中惊醒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多门而出拔腿狂奔 我问这一副的都在楼上 在楼上有一个天台 我就在楼上走 张华北斗清晨六点多联动透天错火警 住在四楼的一男一女 以及平房内的58岁岩姓男子 总共三人命丧火窟 屋主质疑成租平房的房客 在屋内抽烟引发火警 加上一楼机车行堆放大量杂物 导致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局调查起火的两栋透天错 不止顶楼加盖 房子后方也加盖 加上一旁平房 屋主总共隔出32间套房 租给外籍移工以及台湾人 总共十多人 自己跟太太住在其中一栋的二楼 一楼经营电动机车行 发生火灾的建筑路 领有本土87年合法的使用执照 顶楼加盖的部分 从屋狗接警图初步判断 已是在110年新建 无违章查报进入 后续将择请公所依法查报 无情恶火夺走三条人命 也导致租客五家可归 虽然火警原因有待调查 只是屋主恐怕难辞其咒 记者彰化综合报道